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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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股市總司令 今天台北股市再度重挫353點 今天早上這第一個小時 被騙進去了自己舉手 是不是 教育老師我不斷地跟各位講 我說什麼叫大空投行情 大空投行情就是怎麼樣 每天給你希望 然後再讓你絕望 是不是 那這一次的空投行情 我覺得比任何過去 每一次教育老師放空 都還要來得恐怖 因為這一次是經濟冷戰 對不對 這一次是真的有可能重演2008年的金融海嘯 各位你們看這個台北股市連談都不會談 我相信你們現在多多少少應該相信教育老師講的話 可是你看喔 台北股市已經跌這麼慘了 昨天跌500多點 外資賣超800多億 可是你看 這是昨天的下午 晚上 期貨出現急拉 對不對 最高的時候漲120幾點 你就看到那個網友多挖VV叫 對不對 後來呢 去睡覺 怎麼一覺醒啊 我的媽呀 對不對 期貨夜盤怎麼跌了380幾點 完了 失了 完了 對不對 可是今天開盤 一開盤又開始往上拉 拉到這10點鐘的時候 你有沒有看到 多挖又開始VV叫了 結果咧 尾盤還不是通通又殺下去 是不是 這就驗證了教育老師之前寫過的一首詩 我覺得我之前寫太多詩了 你知道嗎 現在一首一首拿出來用就可以了 台股破底入空頭 無良反彈裝清迷 清迷啦 多挖其迷V壯膽 反轉再破豪悲情 我相信看到今天的尾盤 應該很多投資朋友都笑不出來 所以教育老師的節目測標 今天我也寫得就很直白 對不對 因為我被人家笑很久了 對不對 之前說一件停損 對不對 對不對 一件停損 笑死 結果咧 是不是 韭菜啊 對不對 在那邊嘲笑轉折之王 結果咧 笑著笑著 就哭了 這就是今天的台北股市 所以你說今天的台北股市 都跌成這樣子了 我們還需要講什麼 唱歌嗎 教育老師最近唱得有點膩 我相信各位聽到也有點膩 我們來講一個故事好了 這個故事就是因為教育老師 被黑了很久 我今天終於有個機會 把這個故事講出來 因為我昨天在下午的時候 看到網友PO出一張圖 一台B&W大舞 我就看了一個 原來這台大舞長這個樣子 你們知道為什麼教育老師 會變成大魔頭投股嗎 之前不是說教育老師說 這個反正雖然是有人做航運股 對不對 但是也是教育老師 還滿尊敬的前輩 怎麼突然教育老師 就變成大魔頭投股了 原因就是一台車 B&W大舞 去年的9月24號星期五 教育老師錄完影 我走出去攝影棚 經過那個老師的休息室 我就聽到兩個別間公司的老師在聊 說某人啊 想要賣車啊 就是業績不好嘛 對不對 新車喔 B&W大舞喔 買沒有多久喔 不到一年喔 要賣 可是因為顏色太奇怪 沒有人要買 本來聽聽就算了 後來六日的時候 剛好想一想考慮一下 買一台車給老婆好了 對不對 電話拿起來 又打電話給同事說 你幫我問一下 對不對 反正價格他開的嘛 他已經開出一個價格了 沒有人要接嘛 我說好吧 我說我跟他買好了 我跟他買好了 然後我同事就講說不要吧 顏色很奇怪耶 對不對 而且這樣你確定嗎 我說反正我們都知道嘛 對不對 那我也就是平常有錢就買車 業績不好沒錢就賣車 我相信他應該是賣車 應該是有急用啦 我現金沒差沒差 我現金跟他買 當然幫他一個忙 你幫我問一下 禮拜一給我答案 結果後來禮拜一我同事跟我講說 這個他聽到是陳家瑋要買 就不是這個價格囉 我說隨便我有差嗎 現金在手有差嗎 對不對 隔天禮拜二我就跟我老婆講說 禮拜一晚上我就說 不然這樣我們來天母看車好了 隨便看一看 我們看看 對不對 結果看著看著 當天禮拜二就下單了 然後10月6號就簽新車了 10月6號就是我空翻多的隔天 從此以後 家瑋老師就變成什麼 大魔頭頭骨 我被黑了好幾個月 搞半天網友還以為說 家瑋老師你是無聊 不是你原本很尊敬的前輩嗎 怎麼又槓起來了 原因就這樣 所以我說業績為什麼會不好 因為就永遠就是實成資金重壓 對不對 賠啊賠 賠啊賠 坎在阿呆谷又追諸頭山 那就反彈結束囉 昨天跌5% 今天盤中再跌7% 結果呢 所以你看這個盤 我們講正式 我們回到這個盤 我再次跟各位強調 這個盤是非常非常恐怖的 不然家瑋老師不會在上個禮拜四 對不對 直接在節目上打R檔 那就像我們開車 我們平常不是低檔打著開一開有沒有 直接打R檔 我跟各位講說這盤不行了 對不對 天邊的烏雲逐漸逼近 我們要趁烏雲來了 下大雨之前趕快賣股票 所以我在禮拜四的節目 我跟各位講很多 我說明天請你跟著我一起賣股票 因為就是不行啊 對不對 因為全球解封 俄戶戰爭雖然短線的小力多 但是因為如果打成長期戰爭就不行了 然後全球解封 我說新冠肺炎疫情已經漲了1萬點 那回個3000點你懂得了嗎 現在看來不用回3000點 很多人已經受不了了 對不對 而且台股的技術面面臨到很大的反壓 當作軍縣是這樣子走的 你如果一股紅K棒突出去沒問題 那重點你現在看到不是嘛 是不是 然後我也說過如果這一次 因為我們去年的7月16號 抓到轉折全力放空 16162 10月5號 對不對 我們10月6號 我老婆的車先行車嘛 10月5號對不對 然後這一天我去看車嘛 對不對 然後就啊 對不對 這裡16162的權力做多 坐上來 那如果這一次 我再看對再一路崩下去的話 那真的是轉折之王 對不對 所以空頭大屠殺 這只是剛開始 空軍 招集列 到了禮拜五 小燕老師也很明白的跟各位講 早盤花了一個小時的時間 多擔全數出清 我不斷的跟我的會員講 現在已經不容許樂觀 真的很危險 務必要跟著指令出清持股 我也跟我的會員道歉 讓他們出了這麼急 我很抱歉 儘管我們有些股票是大賺獲利了解 這真的大賺 但是反正在網友的嘴裡 我們就是怎麼樣 一箭停損 這個是現在最近這個 在PTT股板上面最大的笑話對不對 不過笑著笑著就哭了對不對 好 出清了 我說接下來我們放空會越來越點 會越跌越多對不對 最後跌了197點 還好好家在第一個小時有反彈讓我們賣 我們很多股票還賣在紅盤對不對 好 跳下去啦 這個跳下去就決定了 因為它不是往上跳 往上跳化解往下跳 完蛋 這一天禮拜五三月四號禮拜五 後來我相信各位在禮拜六禮拜天 你們還是看到很多的多挖是VV叫 V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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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老师你讲超级鼓 再讲很多次了啦 对不对 我跟各位讲这一次真的不一样 我们不一样 不一样 真的不一样 因为这一次欧美美俄经济冷战 以前这个区域新战争都是那小国家在打 这一次不是开玩笑的 对不对 礼拜一跌557点 外资卖880而已 创下六大纪录 蹦 一根长A棒灌下去 这是不是转折之王 所以我说美俄经济冷战 全球的苦日子要来了 台股转折之王 台股高档破年限 年限准备下弯 任何反弹皆空点 可是教会老师在讲 韭菜是没有在听的 因为他们早就已经忘记了 被收割的那个恐惧 对不对 嘘嘘嘘嘘嘘嘘嘘 对不对 所以昨天晚上还在啵啵叫 今天早上第一个小时也还在啵啵叫 后来咧 咻就下去了 一六七六四 一万七的什么 玛丽亚之墙就这样被踢破了 什么叫玛丽亚之墙 你们如果有看过禁忌的巨人就知道 禁忌的巨人设了三道墙 第一道就玛丽亚之墙 因为那个教会老师的后援会把教会老师比喻成 那个五十公尺的巨人一脚一踹 玛丽亚之墙就直接被踢破了 这张图很传神 这个五十公尺的家伟巨人就直接把玛丽亚之墙直接踢破了 好那第一阶段的后面我问各位 你觉得跌完了吗 还是这只是刚开始 昨天有很多那个基本面的东西教会老师没办法好好的讲 下一个阶段好好的再跟各位分析 我们先进入广告待会儿 陈东斗铺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待尽一定待出 精选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待尽一定待出 陈东斗铺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东西市场 稳健获利 无往不利 陈东斗铺 值得托付 02 2752 5868 2752 5868 陈东斗铺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待尽一定待出 精选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待尽一定待出 陈东斗铺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东西市场 稳健获利 无往不利 陈东斗铺 值得托付 02 2752 5868 2752 5868 外籍家庭看护工受疫情影响无法来台 家庭照顾谁来分担呢 新聘外籍家庭看护工因疫情未能如期入境 或原聘外籍家庭看护工回母国休假未能返台 只要被照顾者经县市政府照管专员评估 属长照需要等级二级以上 就可申请使用各项长照服务 如有需要可播1966长照专线申请 欢迎各位回到现场 我跟大家讲 这一次的空头为什么跟之前不一样 因为之前的空头是一个短线的 比如说利多出境 大概是这样子 可是这一次不是 这一次已经是一个长期的 美国跟俄罗斯之间的经济冷战 我跟各位讲 现代化战争经济冷战绝对比 军事冷战更可怕 因为军事冷战我就加强军备而已 你不动敌不动我不动对不对 因为不可能种香菇 可是你现在最可怕的就是什么 你一定要去想普丁的心态 他是一个70岁的老子 70岁的老子 他可以活几天他都不知道 你觉得他会怕什么 是不是 经济冷战全球要过苦日子 我说这个俄乌战争 他如果是短期打完 他是大礼包 可是如果一旦长期化 那就不得了了 对不对 因为他一旦长期化之后 如果你对俄罗斯经济制裁 你会得到反噬 现在是地球村 现在不是一个自给自足的时代 就像我们很多东西 对不对 我们很多什么假肥 原肥料 我们得靠俄罗斯 那你没有了肥料 或者是肥料大涨价 我问你 你的小麦 你的粮食要不要涨价 是吧 所以后来会衍生成停滞性通膨 停滞性通膨 股市大跌 股市大跌之后 你以为没事了 继续 这个就会造成一个不断的恶性循环 因为美国跟俄罗斯 他不可能会退 就像我昨天做一张图 我说普丁的政权VS 美国霸主的地位 谁要退 请问谁要退 是普丁要退 还是我老大拜登要退 基本上我老大拜登不可能退 我就跟你讲利欲熏心 从他开始觉得他要连任 家里老师就摇头了 是不是 你本来讲好你做四年 结果你现在是积极想连任 你积极想连任之后 你整个心态就变了 普丁一旦撤军 对不对 软软的撤军 软掉了答应了欧洲 对不对 美欧的条件撤军 我跟各位讲 他回去他的政权 他的威方就毁了 他甚至还会被人家暗杀 他怎么可能退 那你说美国的霸主地位 这更是不容动摇 上次那个阿富汗撤军 已经让全球笑掉大哑了 那这次如果你再从乌克兰 就这样放得去 以后谁相信美国 所以这两相抵触 不可能退 所以我说骑成之王 以前很会骑老虎 骑熊 骑老鹰 骑那个喷火龙 现在已经起舞南下 他一定得打 所以我说俄乌战争 走到最差的剧本叫做 长期化 血腥化 难民化 难民化 我现在开人道走廊 让你俄罗斯人撤到欧洲去 欧洲一定收 因为同文同种都是白人 那这些难民进到了欧洲 不用安顿吗 那你看我讲血腥化 昨天很多人不认同 可是你看这是昨天的报纸 对不对 俄女疯狂炸城市逼翔 乌巷战引起 来导播放大 乌克兰军接下来必将纯粹抵抗的战术 转而袭击俄罗斯的补给线 伏击战略性撤退 向战甚至要什么 血腥化战争 来加大俄军的进攻难度 我是不是都讲在前面 我讲完了报纸就写 所以我说今天俄罗斯 它不是一个小国家 你不要开玩笑 你想制裁它你就制裁它 我们看它的主要出口 它原油出口世界第三 天然气是世界第一 小麦世界第一 还有金属肥料均武等等 所以我说你越制裁它 它越有钱 为什么 就像我讲的 它出口原油是第三 你原油涨了 对不对 你说真的大家都不要跟 这个俄罗斯买原油 你最好大家都会这么听美国人的话 昨天美国说要制裁 德国就说我们不要啦 不要啦不要制裁啦 你知道为什么没有办法 因为非跟它买不可嘛 是不是非跟它买不可 你找不到替代性的可以去买啊 所以当一说要制裁原油价格一拉起来 谁受贿 谁受贿 美国人当然是受贿的 这不用讲啊 俄罗斯会不会受贿 你到底是制裁它还是制裁我们像台湾这些国家 不产油的国家 是不是 所以你看制裁的副作用 我就跟各位讲制裁是会反噬的 你以为制裁就制裁喔 俄罗斯给你打好玩的喔 美国汽油将要冲破4美元 拜登将在通膨跟制裁之间陷燃停 难不成他因为通膨飙到 假设飙到十几% 他一口气要升息4码吗 有可能吗 欧洲天然气逼近飙涨80% 直接这样喷出去 洞涨吗 他们没完洞涨这件事 所以你看嘛 昨天美国说什么 他要提纲要 他要推动俄罗斯石油禁运跟结束贸易关系 德国敢不敢制裁 德国说不要啦 所以不敢制裁的人 怎么样 昨天股市大反弹 对不对 说要制裁他的美国不是大敌 是吧 所以我就说嘛 他不是你说想制裁就制裁 所以你看嘛 这是今天早上的新闻 俄罗斯的外长说 他说这个喔 你油价恐怕突破每桶300美元 俄罗斯警告说 你禁运俄国石油灾难性的后果 你有可能 我昨天就讲了嘛 假设好真的来到300美元 俄罗斯说我不要多我卖你200就好 他赚爆了 到底你制裁俄罗斯越制裁他越有钱 还是你制裁他真的会乖乖退兵 是不是 所以我说你们在看事情的时候 你不要看到 直接看到一个很直观的 好像说好像因为我们以前看到的时候 美国什么301条款 美国什么什么 他制裁谁谁就冲在蛋这样子 对不对 不好意思 你今天你制裁的是一个战斗民族的老大 叫做普丁 而且我再说一次 他70岁了 他没有在怕的 而且你们知道基辅 这个城市对于俄罗斯 对于前苏联是一个 还有整个以前的俄罗斯帝国 这就是他们的发迹地啊 会不会接点普丁说 反正我老了 对不对 我想要把我的那个 那个故乡拿回来 就好像我们民国那个70年代 不是两岸一开放之后 很多老兵就说 我跟你讲 我一定要葬回老家 对不对 然后我们之前中国古代 只要那个洛阳啊 对不对 被人家拿走 就整个浑身不对劲 我们怎样 我们也要把我们的故都洛阳打回来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maybe啦 这个是我猜测啦 但是你们千万不要低估一个70岁的老人 他没有在怕的 没有像台湾的媒体写的这样 哎呦 笑死人 俄罗斯 哎呦喂啊 对不对 号称军事强国 你看我们媒体都 全部都这样写 就因为我们媒体都这样写 你们信了 你们才赔这么惨 不是吗 俄罗斯普丁允许通过卢布支付外债 从而避免违约 他讲过了 你制裁我 你就形同对我宣战 所以台湾有没有制裁俄罗斯 有 所以他 从普丁的角度 台湾是对俄罗斯宣战 所以他昨天他发布了 他说俄罗斯将台湾列为不友好国家 允许民众用卢布来偿还敌国国债 你说哪有差啊 我又没跟俄罗斯做生意 那我问你 ASER有没有跟俄罗斯做生意 华硕有没有跟俄罗斯做生意 那我们的金融曝显这1500亿 怎么办 他拿卢布还你啊 我有还哦是你不要哦 对不对 你想要多少卢布 我机器垫插头插下去 我印多少给你 我有还哦是你不要而已哦 所以我跟各位讲 这1500亿啊 以前这种曝显有没有 都只是我做个最差状况 而且有时候还会回冲的 现在他说要用 卢布来偿还敌国国债 我跟各位讲这1500亿啊 大概就形同壁子灰飞烟灭 准备提裂 不断的提裂啊 复朝之下无完乱啊 所以你看嘛 你说你要躲到什么 哦原物料去 拍谁今天第一桶跌停板 大成钢跌停板 张元跌停板 对不对 你说我要躲到海运股去 大跌 对不对台积电 拼命跌 电子股 智原昨天还在反弹 今天智原呢 在我们空单呢 对不对 所以我跟各位讲 复朝之下无完乱 今天万七的玛丽亚之墙都被踢破了 你觉得这只是刚开始 还是已经结束了 不要忘记空头镰刀的威力 而且这一次我真的跟各位讲 我们不一样 不一样 这只是刚开始 我们明天见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 本来会大家做个简报 对不起 喂 那是遥控器吧 对不起 你刚讲到 出去玩 出去玩 对不起 我们刚讲到 你帮我报一下司机到 对不起 我们刚讲到 你帮我报一下司机到 你帮我报一下司机到 好累 对不起 我们刚讲到 你累了吗 精力充沛 保力达男友 成东斗部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 主力作手勾结坑杀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贷进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 持股其中 保证 贷进一定贷出 成东斗部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戒获利 无往不利 成东斗部 值得托付 02 2752 5868 2752 5868 成东斗部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 主力作手勾结坑杀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贷进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 持股其中 保证 第四保证 贷进